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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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是時候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過去這個月雲彩這個大家庭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 越南河內中心開學之後 一切回復正常 家長們繼續帶著孩子 來到中心參與實體課堂 陪伴著他們一起努力訓練 另外中心亦都為五月份生日的孩子 舉辦生日會 家長和孩子們都樂在其中 大化雲彩關外中心 在五月份舉辦了母親節活動 為一班不慈勞苦 照顧著孩子的媽媽慶祝母親節 以答謝他們平日的悉心照料 孩子更多親手製作出母親節賀卡 並且送上鮮花 感謝媽媽們一直以來的用心付出 南寧雲彩康復中心 亦都為四月和五月份生日的孩子 舉辦生日會 另外中心亦都舉辦了春遊活動 家長帶著孩子們走出課室 學習以樹葉製作圖畫 用心地創作出一幅又一幅的作品 這次活動讓孩子們一起相聚 分享快樂 養光康復中心一位老攤兒童的家長 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自行採舊物料 仿製了一座站立架給他的小朋友 手工製作並不容易 但為了孩子 這一份愛同付出絕對是無價 PYCC青年中心預計 孩子們可以在六月開學 參加緬文學校學習 另外五月份是母親節 孩子們祝願天下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雲彩家園為五月份生日的孩子 舉辦生日會 主角們接受其他孩子的祝福 收到不同的生日禮物 和用心設計的生日卡 十分愉快 而家園也舉辦了親子教育培訓 讓家長可以為孩子 親手製作獨一無二的公仔 孩子們一定非常珍惜 這份別具心思的禮物 想update我們的工作 知多些孩子的故事 記得緊接著我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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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會 謝謝大家